最快想丟掉些什麼? 丟掉樣子 說笑了 你叫我放下 放棄我最喜歡的音樂 我都不行 不要說包袱 應該是給我的顧慮很多 因為 尤其是對愛情的顧慮更多 很多時候你很渴望有這種感情的出現 畢竟我二十多歲 當然都會有一定的幻想 暫時未遇到一個可以令我 可以放下我的工作 冒險和他拍拖 其實是一個感覺 你說硬件的通街都是 眼大大長頭髮這些 我覺得最重要是忍受到我做這行 這個是特別的一個條件 因為普通拍拖 普通年輕人沒有這些條件 其實最後一句 就是 就當這個夢不陪我擁有 就當這個夢不陪我擁有 Oh girl you're pretty fine 聽起來好像很輕快 到結尾是在鋪著一些很遺憾的東西 令大家慢慢慢慢去 原來他有rap 原來裡面是說這些東西的 情緒是不一樣的 因為其實前面很多甜蜜的東西 都是在鋪著 但是很多很多的東西 其實原來都是一場夢 對了 我想定了 我想定了下一集是什麼 另一首歌 但是我希望可以延續這個故事 其實今年很矛盾 其實你也會說 今年三首歌的風格都不同 或者說由我出道以來 其實我不是每一首歌的風格都很一樣 我都在摸索自己最適合哪種 自己最喜歡哪種 都想讓大家看到不同的我 但是不好的地方 就是可能那個音樂的風格 沒有太明確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沒有這樣的樂力去 演繹一些很有很慢的歌 沒有那種很 那麼多的感情去處理那種東西 更加多的 我是希望大家觀眾聽到的歌 是舒服的 我覺得R&B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希望下年可以 將R&B這個風格的音樂 可以再帶多一點在我自己身上 有獎 獎 獎現在一向都不太有幻想 因為自己的能力未到 拿獎的實力 希望現在很單純 就是一首歌一首歌這樣做 做好每首歌就可以了 很開心 演唱會 以後都希望可以開到 疫情完了之後 我最希望可以是我們MIRROR的演唱會 在我心中都很重要 對 因為我們12個人的粉絲都期待了很久 由上年說到今年 又變成下年 沒有辦法了 家人 真的回來好像見到家人一樣 因為 太久沒見了 所以在台灣見到很多人都覺得很陌生 你要去了解很多很多人 但你回來這裡 其實你一進去那個排舞室 已經不用說太多 很久沒見了 對 大家不用問太多 還有排舞的時候 那個默契都還在 到現在這個階段 其實 大家都知道大家的底細 都知道大家是 什麼的一個人 從來都不會特別去計較 怎樣怎樣 大家是在比賽中熬過來 所以覺得 沒有太多 所謂妒忌 更多的是羨慕 我覺得怎麼說 如果有一個人比我好 我都一定會有某種不平衡 但是 當每次有這些情況發生的時候 我想花姐就會出現 去調解 但我想我們到現在 兩年越來越大 其實已經不需要花姐這樣做 已經是我們自己 懂得去想 怎樣 有什麼方法 令自己變得好些 可以爭取到更加多的事情 當我們的生命有了交集 我希望可以對你說 我喜歡你